挖掘工作还在进行 宋伯康守在外边等着 大批士兵朝此处集结 以求尽快把李行灾挖出来 对于李行灾 他不想杀 也不能杀 但对于抢走李行灾的人 宋伯康觉得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酷刑 铁敲绝土的声音在黑夜中响个不停 感觉就像一群蚂蚁 在吞噬一头野猪 宋伯康不由紧张起来 但他无法分辨这种情绪从何而来 他伸手擦掉额头上的冷汗问道 怎么 还没挖出来吗 大人 大人 首先人的声音结结巴巴 这让宋伯康觉得 似乎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怎么了 绝到头了 什么 宋伯康有些不敢相信 但潜意识中已接收了这事实 他快步走过去 果然发现 地道在接近城墙时消失了 再往前 就是墙砖 瞬间宋伯康便意识到发生什么了 这条地道是假的 本就是为了吸引自己注意力 而目的就是为了让李行灾 从真正的地道中逃生 拖延时间 眼前是铁一般的事实 甚至在地道尽头 还用碳灰画着一个丑陋的蛤蟆 果然是蛤蟆城作风啊 宋伯康都怀疑 程大雷今天会亲自出席 不知道这货躲在什么地方 看自己哈哈笑呢 快 找 找到真正的地道 与此同时 李行灾终于爬出了地洞 眼前是一望无银的荒原 头顶繁星漫天 李行灾跌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 任冰冷的空气灌入肺中 听声第一次 他感觉仅仅是呼吸 也是一件如此愉悦的事 喂 走了 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白元飞拍了拍他的肩膀 程大雷呢 程大雷在哪 嗨 打当家什么身份 这样的任务还用他来 事实上白元飞只是嘴上痛快痛快 今天程大雷还真到了 只是如果在梁州城附近出现 那目标太大 容易被人发现 所以今天程大雷只带了三千兄弟 在远处埋伏接应 只等白元飞把人带回去 大家一起返回蛤蟆城 白元飞带着李行灾朝前走 从树林里啊 牵出了三匹事先藏好的战马 留给三人的时间不多呀 那伪装的地道 想也坚持不了多久 一旦被人发现那地道是假的 回过头再追他们 三人想走怕是来不及了 三人刚出了树林 就和一队梁州兵迎面就碰上了 对方一共五人都骑在马上 什么人 我们是宋大人的队伍 大家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吗 对方武掌一愣 只见三人渐渐靠近 立刻认出白元飞了 是抢走殿下的敌人 快去通知周穆大人 随之一柄扑面而来的匕首就射入了他的喉咙 白元飞从马上一跃而起 扑向下一个敌人 如此出奇迅速的手段 的确占经了这支五人的小队 短时间白元飞已经击杀三人 可还是有两个人逃了 事实上不管是白元飞还是王德 那都不是沙场厮杀的战将 他俩一个是飞贼 一个是盗墓贼 这俩大贼在江湖上活这么久 本事还是有的 只不过呀 不强 假若秦蛮赵子龙在此地 碰上一支百人队 自信也能够带人脱身 可二人都没秦蛮那种本事 真要是和大军碰上 三人必死无疑啊 走喽 白元飞收好了匕首 狠狠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 三匹战马在黑夜中狂奔 逃向了蛤蟆城的方向 此时 程大雷正带着手下兄弟 在一处山坳中等待 程大雷身边的是赵子龙 千军万马 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 程大雷自然希望 他能在今天发挥作用 而手下带领的兄弟 都是赵子龙麾下的龙字队 龙字队完全是骑兵组成 是一支轻骑兵队伍 正适合这种任务 今天的任务可不轻松啊 程大雷的目的是 接着人就走 最好不和梁州兵 发生正面冲突 当然 如果真正厮杀起来 程大雷也顾不了许多了 自从得了黑牛后 程大雷还没领着他 上过战场呢 大当家 要不要我去看看 那边情况怎样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拖得越久 证明白元飞那边的情况 越不立 不 我们还是在这等战 静观其变 程大雷望了一眼赵子龙 你现在也指挥着三千人 别动不动就亲自出马 那不是你该干的事 赵子龙把头低下了 但程大雷估计 下次他还是会 头一个冲锋陷阵呢 毕竟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其实蛤蟆城的五虎上将 大多都这种脾气 能动手的时候 绝对不动脑子 这时候啊 宋伯康刚刚得到 李行灾的踪迹 由首席人纵马 急奔而来 大人 大人 找到殿下了 在承西方向 找到了吗 快追 今天一定要救回殿下 哪怕是 宋伯康把牙一咬 杀了他 不能得到时 那就亲手毁了他 别问 问就是爱国 宋伯康并不缺乏 这方面的残忍 现在他心里已然 对李行灾起了杀心 大军朝承西击结 宋伯康一马当先 率先追了出境 李行灾三人 纵马狂奔 就听身后的马蹄声 越来越密啊 回头一看 身后是黑压压的骑兵 殿下 留下吧 留下吧 哪干不是干的 梁州兵一声又一声地呼喊 可是在李行灾听来 却如同魔鬼的滴银 老实说 他在梁州城 那待遇相当不错 要女人有女人 要美食有美食 许多愿望都可在梁州城满足 但是这两种东西 之所以被人追捧 是源于 他们是自己双手争得的 而不是别人恩赐的 况且 梁州城给不了他 最重要的一件东西 他要去长安 去解长安之围 却说山傲之中 有赤猴飞奔而来 大当家 殿下救出来了 哎呀 那可太好了 只是他们身后 追着许多梁州兵 人数至少上万 啊 程大雷的一张脸 瞬间就黑了 第四百一十二级 两军对垒 程大雷一颗心揪起来了 兵力比达到如此恐怖的程度 一旦开战 定然面临着巨大牺牲 赵子龙的瞳孔却有些炙热 坐下战马也显得躁动不安 恍惚啊 就想准备冲出去厮杀一阵 大当家 龙自军全员待命 只等大当家一声令下 程大雷回过头 望着如山头般林立的龙自军 从每个人炙热的眼神中 程大雷感觉到了某种 叫战役的东西 他心中忽然移动 是啊 龙自军一直拥有最好的装备 最好的给养 这种最好不仅是在山寨 放眼整个帝国 同样数一数二啊 他们一直接受着最残酷的训练 与山寨其他队伍也经常切磋 甚至有时会出现伤亡 但演绎并不是真的打仗 真实战斗的残酷 绝对不是靠想象可以体会的 他们究竟能不能打 到战场上是奋勇杀敌 还是会被下尿裤子 不如让他们试试 程大雷的一颗心蠢蠢欲动 不知不觉间 按键的手也变得炙热起来 程大雷刚才还批评 赵子龙喜欢成匹夫之勇力 而他自己何尝不是 年轻人呢 年轻人能不弃生吗 子龙 接下来由你指挥 随机应变 如果需要 大开杀戒 赵子龙门庭啊 眼前就是一亮 是 龙自军 准备 赵子龙长枪举起 是 出阵 三千人向前一动 走出了山奥 众人安静地不发出任何声音 龙自骑此刻高高扬起 迎风招展 程大雷满意地看着这一幕 他并不想阅足带跑 抢赵子龙的指挥权 这支队伍由赵子龙亲自调教 亲自训练 那赵子龙自然是最好的指挥者 对于赵子龙的战力 程大雷毫不怀疑 也希望他的战斗力同样出色 接下来就是拭目以待的时刻了 三千人队伍 助力在荒原之上 人如虎 马如龙 龙马精神 程大雷在队伍最前方 目视着远处的黑夜 隐隐已听到远处的马蹄声 人马来得比程大雷想象中的更多 从发现李行灾后 梁州兵便向承袭击解 因为宋伯康答应 说对救回李行灾的人重赏 对于这种升官发财的事 大家自然谁也不肯落后 所以士兵们争先恐后 朝西边追过来 如此可就没了阵型了 梁州兵不是呈方阵 而是呈一条线追过来 李行灾玩了命的朝秦狂奔 对于这种事 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在过往流浪的日子中 他被人追得像条狗的日子 实在是不计其数 但从没有一次 像今天一样迫切地不想被抓住 以往无非就是偷个鸡 摸只狗 被抓着无非被揍一顿 而今天 身后这帮人想要的是帝国江山的 李行灾可不想当傀儡 宋伯康竟然追在队伍的最前方 少些人不由惊讶 一向以如生面目示人的周牧大人 竟然有如此出色的奇数 梁州兵追得越来越急 双方之间的距离也不断地缩短 三百步 两百步 李行灾心急如焚 忽然见到前方出现一只兵马 长毛如林般耸立 程大雷骑着大黑牛 背着大斧子 出现在队伍最前方 李行灾从未像今天一样 觉着程大雷这张大丑脸 竟然如此亲切啊 程大雷 我来了 忽然身后射来一箭 李行灾跨下战马呀 朝前那么一矮身 重重摔倒 李行灾跟着也跌出去了 李行灾看到程大雷时 宋伯康同样也看到程大雷了 如果让李行灾 落在程大雷手里 再想抢回来 可就不容易了 追击过程中 宋伯康一直没下令放箭 到最后 他还是希望啊 能抢个活的李行灾回去 此时选择放箭 也是无奈之举啊 首先射伤了对方的马 让李行灾坠马 同时王德和白元飞 已经奔出去一段距离 眼见梁州兵追过来 再想回去抢人可来不及了 放箭 赵子龙的手重重挥下 随后 箭雨如枝 声声截停了梁州兵的追击 宋伯康挥手 让首席人停止前进 与此同时 赵子龙也暂时按住了 要冲锋的队伍 他想看看宋伯康想干啥 双方隔着二百步的距离对峙 东方萌萌可有了光亮了 这样的距离 已经能够清晰地 看见彼此的脸 而李行灾 恰恰就在这两支队伍的中间 他从急奔的战马上跌下来 摔得可不轻啊 幸运的是都是擦伤和瘀精 并没有丧失行动力 宋伯康催马出了队列 殿下 我是来救您回去的 您快快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李行灾从地上做起事 疼痛让他倒抽了口凉气 脸上随之挂起了笑容 宋伯康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现在本殿下已经活着出来了 谁也别再想抓住我 李行灾突然一咧嘴 刚才萧得太猖狂 不小心扯动伤口了 臣乃一片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 殿下莫要误会臣 我当真是来救殿下的 救 怎么 还要抓我回去当你们的傀儡 姓宋的 你小看本殿下了 等日后本殿下翻身 第一个就砍你人头 殿下 看 大胆逆贼 休要在古城弄蛇 李行灾从地上站了起来 虽然衣服破烂不堪 还沾着污垢 但是背脊却无比地挺直 本殿下是要去长安破贼的 等破了长安之贼 再来诛你这帝国逆贼 有件事一直悬在李行灾心底 便是长安之围 身为人子 身为帝国皇子 他都毫无疑问 该站在风浪之巅 而不是躲在梁州 被人软禁 所以啊 过去的每一天 对于他来说都度日如年 可想而知 他此刻是多么愤怒 如果有可能 就是将宋伯康大谢八块 生吞活泼了 都难消李行灾的心头之恨 宋伯康的话被打断了 他此刻看着李行灾 犹豫了片刻 启禀殿下 有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正要禀报殿下 没想到殿下便被贼人劫走 我们已经撕破脸了 你还想说什么 长安已破 就在七日前 第四百一十三集 刑丹影之 李行灾愣了好大一会儿 随即发出一声狂笑 宋伯康啊 宋伯康 我真有些佩服你了 事到如今 你竟然能想出这样的鬼话 我信了你 才是有鬼 殿下心中已经信了 不是吗 李行灾外表的伪装被击破 他立在两军中间 显得有些孤单 随后他狠狠地摇了摇头 不 这不可能 你得够我 臣怎敢欺瞒殿下 消息的确是昨夜才得到 就在七天前 贼匪攻破长安城 我父王呢 明帝陛下已死在贼匪手中 李行灾失声一声尖叫 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他猛烈地摇头 不 这这有可能 长安不可能破 殿下 长安已经破了 李行灾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 周围是蒸不开的粘稠黑汤 压得他无法呼吸 他已触探到真相的边缘 但那真相就是深渊 他不想靠近 却又鬼使神差地走向了深处 他目光看向程大雷 希望从程大雷身上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明显是开玩笑嘛 长安城间 凭借着区区十万乌合之众 怎可能攻破长安呢 蒙蒙天光中 程大雷看着李行灾 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算下来 程大雷和宋伯康几乎同一时间得到消息 阿苦在收到情报后 第一时间向程大雷汇报了 半个月前 正义教开始对长安城全面进攻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但尽粮绝 正义教面临的情况是 要么退兵 要么破城 破釜沉舟 死而后已 正义教爆发了强悍的战斗力 帝国兵也拼死抵抗 战斗进行了七天七夜 长安城下堆满了尸体 就在七日前 伤亡惨重的正义教 终于敲开了那座天下第一城的城门 随之就是巷战 天下第一城 变为天下第一杀戮场 正义教首领林绍宇 亲率亲位 攻入皇宫 与帝国鱼龙卫正面接触 林绍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 亲手用长枪捅穿了明帝的心脏 他报了杀父之仇 随着长大雷的点头 李行哉一颗心如同冉冉升起的气球 在高空中被飞鸟的尖惠啄破 气球瞬间干瘪 变得毫无声气 垂垂落地 时间过去两久 长夜将近 日头在东方露出个角 天快亮了 然而李行哉却觉着周围 从未像今日一般黑暗 没有希望的黑暗 在长安 李行哉常常被看作废物王子 沉迷久色 放昂星海 在关于皇位的争夺赛中 他很早就被淘汰出去 如李月天等皇子身边 早就有了一批支持者 可从开始到现在 李行哉永远是一个人 可无论李行哉是不是废物 但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是废物 不过是有些道理他想不明白 有些别人告诉他的事情 他不相信 非要自己尝试了才能接受 明帝的子孙 骨子里都有一种 以天下为己刃的基因 离婉儿如此 李行哉也相同 很小的时候 他就面对这样一个帝国 荣族横行无稽 诸侯 阳奉阴违 百姓生不如死 皇权一日一日衰败 归根结底就只剩下一个问题 帝国怎么会变成今日这样呢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 他走过许多地方 也拜过许多老师 他去幽州 青州 兵州 草原 如一个乞丐般流浪 将流民当老师 将逃兵当老师 将荣族当老师 将成大雷当老师 三年前 荣族大举入侵 李行哉想力挽狂澜 却败得一塌糊涂 如今已是三年后 在这三年内 他当过逃兵 做过苦工 与荣族做过生意 至于失败被鄙视 落魄 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李行哉本不在意失败 能从一场场失败中活下来的人 总会比其他人更强大 如今 他觉着自己足够强大 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一些事情 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长安城破 冥帝被乱贼杀死 自己却什么都没做 被人关在梁州城 当成一个废物 或许自己本就是一个废物 李行哉形单影只地站在那 衣衫褴 浑身上下充斥着 从阴沟里爬出来的恶臭 身上的确没半点身为王子的体面 殿下 长安城破 各路诸侯已打出破贼的旗号 长安正等您主持大局呢 破贼 如果你肯出兵 贼早就破了 现在 你舍得出兵了 宋伯康一一到地 毕恭毕敬 只要殿下一声令下 臣便率兵去长安破贼 鞠躬金翠 万死不辞 李行哉眼中的怒火 要把宋伯康燃为灰烬 如果不是他 把自己拖在此地 自己哪怕单枪匹马赶到长安 就算不可破贼 但总能做些什么 哪怕是陪着明帝共存王 可结果 他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做不了 李家百年天下一招覆灭 宋伯康似乎没有察觉到 李行哉眼底的愤怒 他依旧平静地开口 殿下 两周十万精兵 就等着殿下下令了 我们愿以您为主 共讨逆贼 宋伯康的身后 人越聚越多 他们渐渐已有了阵型 众人同时拱手 异口同声 奉天为主 共讨逆贼 赵子龙眉头越皱越紧 趁乱冲击 几方还有胜算 可时间再这么拖下去 等大军集结成阵型 想要获胜可就不容易了 他看向了程大雷 那意思要不要主动出击 程大雷摇了摇头 目光摇摇望着李行哉 等待着他的抉择 李行哉的确面临艰难的选择 从他本心出发 他恨不得将宋伯康挫骨扬灰 但帝王之道是无情道 不仅是杀戮他人时的无情 也包括杀戮自己的心 如今两支军队对垒 三千龙自军人数虽少 但气势如龙 梁州兵虽多 却显出乱象 但强大的龙自军 不是自己的兵 梁州兵至少奉自己为主 他们日后未必不能成为自己人 而离开此地 想要拉拢起一支人马 谈何容易 两军对垒 一东一西 李行灾不知自己 该何去何从 第四百一十四集 踏马破长安 一 日头从东边露出一半 这证明李行灾纠结的时间 并不算特别长 他直起身子 双手捧拳 面向程大雷 程大家 程大雷同样抱了抱拳 江湖有缘 日后再会 程大雷直接打断了李行灾的话 李行灾感激地看向程大雷 他并没有让自己难看 再会 程大雷竖起一支手掌 合拢又分开 这在蛤蟆城代表的是退兵的信号 龙自军开始有条不紊地撤退 前队改后队 过程中竟没有发生任何混乱 他们凭空出现 又无声无息的消失 宋伯康达马上跳起来 大步跑到李行灾面前屈膝跪道 臣死罪 请殿下随我回城 天亮了 东方的光芒落在李行灾脸上 照亮他一张沾满泥沉的脸 他注视着东方的太阳 无论地上发生什么事 太阳依旧东升西落 眼前又是崭新的一天 走 回城 队伍开始返回梁州城 又有一座崭新的院子 为李行灾安排了下来 有年轻的丫鬟为他沐浴更衣 有城中的大夫给他清理伤口 敷上精心调制的膏药 宋伯康坐在他对面 殿下受了惊吓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等殿下醒来 臣再向殿下汇报 李行灾奔波一夜 本已疲惫不堪 然而奇怪的是 他此刻一点睡意也无 慵懒地躺在罗汉床上 李行灾摇了摇头 不必了 现在告诉我 传案发生了什么事吧 两地相隔太远 现在长安的情况瞬息万变 想要知道确切的消息 我们只有赶到长安城 梁州长安相距千里 消息传到此地啊 至少得十天半个月 宋伯康得到的情报 要比程大雷得更完整 然而对于那儿发生的真切情况 他并不是完全知晓 想要看破当时的真相 需要回到七天之前 七天前 长安城下 尸堆入山 这不是个形容词 而是发生的真实情况 一具具尸体堆积在一起 火油浇在上边 血肉燃烧发出阵阵恶臭 远处的工程机 抛射巨石 恶狠狠地砸向城头 城头的重弩发出一根根重剑 穿透尸体 工程梯搭起来又被推倒 搭起来又被推倒 护城河内早已因尸堆而断流 河水变成了血水 这是杀戮与杀戮的对决 死亡和死亡的厮杀 工程是打又七天前开始的 在七天内对长安城 城东门展开了主攻 世上有人不怕死 但没人不想活 正义教发起如此惨烈的进攻 是源于他们已然断粮 撤退也会因断粮而死 进攻却有可能迎来胜利 如今已经是破釜沉舟的一战 无数人死亡 然后有更多的人涌上来 再次被杀死 正义教十万大军 已经伤亡过半 但林少宇却没丝毫退兵的意思 付出如此惨重的伤亡 同样给守城的李月天 带来巨大压力 这已是守城的第七天 长安城究竟能不能继续撑下去 他心中也不清楚 战场之上瞬息万变 谁又会是天生的圣者呢 从城头望过去 是层栏叠杖的山峰 远处的拂虎关距离此地并不远 李月天明白 在那附近就有数不清的诸侯军 如果他们肯出兵 两头夹击必然会大破正义教的匪贼 然而他们选择按兵不动 冷眼旁观 帝国失去天下人心已久 他们就这样选择冷眼看着帝国覆灭 面对着这一幕 李月天心中竟无多少愤怒 因为该愤怒的已经愤怒过了 无意义的诅咒并没有任何意义 唯一能做的只有提起武器厮杀 李月天拔出天子剑重重麾下 杀 李家出昏军 出顽裤公子 出废物 但从来不出懦夫 从来都不 在危境 他们抛开师叔李月 掀翻真羞美味 提起武器冲锋 祖先的血在体内复苏 李月天亲自出现在城头 与士兵共存亡 这激起了士兵的士气 战斗从黎明开始 持续到下一个黎明 依旧没有分出胜负 只是城下的尸体越积越多 林绍宇亲自出征 他身披黑甲 大肠飘在身后 那只丑陋的大蛤蟆迎风招展 猙獰可不 在其身后树立着一面大旗 上面抖大一个翼字 以正义之名 诸天下不义之事 在双方战士眼中 林绍宇的身影变得无比高大 他身上若有光泽 似乎真的是天降灵凡 来这世间就是为了替天行道 己方体力提升 己方士气提升 敌方士气体力同比例削弱 一瞬间战神旗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看到这面闻着异字的大旗 诸人就好像看见不败的象征 本来疲弱的正义教战士 体内涌现出新的力量 在林绍宇的带领下发动了最惨烈的进攻 林绍宇一马当先 在他的带领下 正义教卷起了一阵战场上的黑色旋风直扑城门 工程车推迟进前 工程锤撞击着城门 一次两次 从城头上落下的滚雷石被长矛挑开 随着咚的一声闷响 城门突然从里边被打开了 一群锦衣华服的男人站在城门口口中高呼 公营天将入城 公营天将入城 城头的战士扛住了一波波的攻击 然而城内的商骨富户却扛不住了 在第七日的黎明 他们终于混到了城门口 打开了城门 这一幕不仅李月天没想到 就连林绍宇也大吃一惊啊 但这终究是好消息 林绍宇带队朝城内冲锋 这群畜生 李月天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来人 把他们都堵回去 正一觉的战士发出一阵阵怪叫 如同饿了三天的野狼 看到城门被迫 士兵的士气到达巅峰 怪叫狂笑着朝城内冲去 林绍宇长相所指之处鲜血淋漓 士兵前呼后拥 这群乌合之众 这群在帝国活不下去的刁民 面对精锐的帝国军 展现出恐怖的杀意 城门下血流成河 众人踩踏着尸体前进 也分不清脚下的尸体 是帝国军还是正义教 最后 被正义教 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林绍宇越过尸山血海 踏马破长安 第四百一十五集 踏马破长安 二 一道黑色洪流从城门涌入 他们身后都绣着蛤蟆 这种丑陋的生物 此刻在帝国军心中 俨然已成为最恐怖的象征 帝国军从两侧涌来 想要将敌人堵回城外 两道洪流恶狠狠地碰撞 掀起了红色的血浪 李绍天身先士卒 出现在队伍最前方 他握紧手中剑 高高扬起重重麾下 杀 与我杀 殿下的安全要紧 我们掩护殿下撤退 李绍天挥剑 砍掉了一名起义军的脑袋 且剑了他一脸 他伸手抹去 瞳孔已布满星红的血资 杀 再敢有言退彻 与此人同命 士兵掀起了一波小高朝 李绍天的汉勇刺激了众人 他们紧握武器厮杀 然后迎来更大的牺牲 城内城外皆是杀机 尸体压着尸体 残肢叠着残肢 李绍天也在 厮杀的最中央 左斜披右横斩 中平刺 他双手握剑 最基础的剑招 很难说此刻的战斗 凭的是大脑 还是单纯的肌肉记忆 战斗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用最大的力气 捅穿敌人的心脏 杀死和自己 同样构成的生命 然而也随时在等待 被别人杀死 一只流石 射在了李绍天的尖头 他吃藤跪刀 随即昂然地站起 挥剑刺进了一个敌人的小腹 这种情况已经分不清流石 来源于哪儿了 正义教或者帝国军 血流不止 因厉劫和失血 李绍天已经头晕眼花 殿下 撤退吧 不可退 许我杀 李绍天用自己最大的力气伺候 却是越来越无力 亲兵队长狠狠一咬牙 上前一步 把李绍天就扛在了背上 挥剑劈开身周的敌人 朝长溪逃去 不可退 不可退 李绍天奄奄一息 想要用最后的力气 做最后的努力 亲兵队长护送李绍天离开 对李绍天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对于战斗来说 却未必 将为兵之胆 李绍天的溃逃 带走了帝国军最后的士气 也带走了胜利的唯一可能性 一直失去了士气的队伍 如同待宰的羔羊 李绍天明白这一点 他甚至做好了与长安城共存亡的准备 做好了死在战场上的准备 然而他终于什么都没能做 在亲兵的带领下一路向西 此时此刻向外逃的可不仅仅李绍天 城中的商骨富户平民 像是被火了着的骂着一般疯狂的涌向城外 西门更加拥挤 有男人的咒骂孩子的啼哭 女人的抽气 这些人大多都是长安城乃至整个帝国的大人物 他们都是体面人 但今日这些人的体面丢得干干净净 大王子 一名老将守在城门 似乎一直在等待李绍天 李绍天用最后的力气推开了亲兵队队长 步履亮情地靠近 这原老将是帝国将军 玉池黎 他手下豢养的门客多有高手 如果此时纠集人马杀回东门 此战胜负还未确定 玉池将军 玉池黎重重咳嗽 他一年迈 不是那名战场上厮杀的猛虎了 大殿下 快快逃命吧 老臣护送大殿下离开 李绍天一正 他心中恍惚有什么东西被击破 然后他又想起了更多的事情 玉池黎位高权重 帝国一多半的名将由他亲手调教 但在这次战役之中 他的表现算不上愚蠢 但也仅仅是平庸 恍惚 是他也在等待着贼人破城啊 这位一直被父王视为帝国栋梁的人 当真对帝国忠心耿耿啊 忠不忠 肩不肩 这便是如今的帝国 李绍天想起 明帝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养氏如养鹰 宝则顿去 鸡则施主 此时此刻也无法责怪他什么 玉下无力 当责怪的似乎只有明帝 即便想要责怪什么 李绍天确实也没这份力气了 长安城城破之日 李绍天重剑复生 在玉池里的掩护之下 带着败军从西门逃出长安 长安城破 扯掉了帝国最后一块遮羞布 但若说此时正义教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尚为时过早 帝国军不缺逃兵 但也不缺汉将 这些人带领着残余兵马 在长安城内与正义教的匪军展开巷战 杀得依旧十分惨烈 而此时 林绍宇带着手下精锐直扑帝国皇宫 在这里 他遭遇了帝国最精锐的一支队伍 鱼龙卫 帝国军是帝国的兵 但未必是李家的兵 他们大多在各个诸侯手中 但鱼龙卫则是明帝亲手调教 亲手提拔 那实实在在的是明帝自己手中握着的一支队伍 战斗打得很艰难 据皇宫而坚守 据正义教的匪兵于门外 陛下 长安城一破 老奴护送陛下 离开吧 刘阿吉跪在明帝面前 明帝坐在金殿之上 文武百官一无所踪 眼前只有一个去了世的太监 在他面前摆着一杆铁枪 明帝目有困惑 似乎在思索什么 对于刘阿吉的话 至若网门 陛下 明帝这才恍然回过神来 他抬起头来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贼兵 说是逃呢 明帝摇摇摇头 目光由浑浊 变得清澈 他站起身来 龙游袍衣 我逃了一次又一次 不想再逃了 陛下 阿吉 你说日后的人 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些人呢 陛下英明神武 做过的事情 当时有人记得的 刘阿吉的眼眶泛红 戎族反变 民不留生 诸侯林立 豪强畅兄 我们李家管这些事 的确是做得不好呢 不破不立 只希望后来人 能做得比我好 陛下 日后未必不能东山再起 教匪猖狂 却必然不得长久 不 我坐这龙椅一辈子不体面 明帝面朝皇宫门外 现在 朕想有个体面的死法 第四百一十六集 踏马破长安 三 皇宫大门被破 接下来面对的是 灰红气派的宫殿 以及精锐的鱼龙卫 起义军和鱼龙卫正面碰撞 宇剑弩机 投石机火车 正义叫拿出攻城的势头 攻击这支号称帝国最强的军队 宇剑穿透喉咙 投石机将脑袋砸成稀巴烂 燃烧的火车冲进人群 带来阵阵惨叫 人是强大的生物 能造出强大的武器 而人又是那样的脆弱 在武器面前不堪一击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依旧是人 林少宇黑袍黑甲 坐下一匹黑得发亮的战马 当然杀戮进行到现在 他身上已经沾了太多的鲜血 有敌人的也有自己的 黑色披风在阳光下 浮现出一种诡异的紫色 他手中一杆铁枪 所到之处进阶披靡 带着手些精锐直扑皇宫正殿 如一柄锐利的毛 突破密密麻麻的人群 身后大骑招展 一字当头 人和马冲进金殿 鱼龙为乌鸦鸦地压了过来 临冲长枪挡开敌人 首领 你去做事 我拦住他们 马蹄踩在金砖之上 发出哒哒声响 此刻听上去感觉无比沉重 伴随着马蹄声 林绍宇纵马步入金殿 落日的余晖照下来 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 拉得老长老长 明帝坐在龙椅上 抬起头 目光盯着林绍宇 与此同时 林绍宇也望向了他 二人的目光 在空中碰撞在一处 一个苍老 一个年轻 一个行将旧目 一个恍若新生 大殿是如此的空旷 却恍惚以容不下目光 碰撞掀起的波澜 你贼 找死 刘阿吉的身子 如同离弦之剑 弹射出去 手中浮沉 浮过空气 发出锐利的沙沙声 仿佛是剑 浮过冰面 大殿很空旷 从龙椅到金殿正门 有极远的距离 但刘阿吉那苍老瘦弱的身躯 此刻却矫健如白猿 如果白猿飞在此 怕是也会惊得瞠目结舌 这老太监的轻身功夫 绝对不弱于自己 你以为他是个太监 其实 他是个护卫 一个很强的护卫 刘阿吉拥有极强的身手 在皇宫大内 甚至放眼整个帝国 都是屈指可数的高手 他在帝王之错 一身功夫 却来源于江湖 江湖对决和战场厮杀 完全是两回事 战场上讲究大开大合 又沉重的兵器 砸烂敌人的脑袋 而江湖上却讲究的是 打卧牛之地 胜负在方寸之间 虽然不同 但终究大同小异 同样讲究速度 力量及瞬息间的反应 林绍宇骑在马上 铁枪轻描淡写地挥动 长枪逼得刘阿吉不能近身 将他硬生生拦在自己的枪围之外 破浪七叠枪 本身就属于花枪一路 用繁复的枪法诱敌深入 一招毙命 刘阿吉打得辛苦 他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甚至超水平发挥 但依旧没办法突破林绍宇的枪围 同时林绍宇随意一枪 他却必须拼尽全力躲避 决定动手前 刘阿吉并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以他得到的情报分析 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林绍宇已一步卸甲多日 持续的高强度战斗 对任何一个人的体力 都是巨大消耗 自己就算一时胜不了对方 可只要慢慢耗下去 总能找机会杀了他 然而到现在为止 刘阿吉还没发觉林绍宇露出任何疲态 他就像是一块烧红的木炭 不把自己燃烧成灰烬 绝不熄灭 霍浪七叠枪 一枪七叠 力气叠着力气 如层层波浪一般向刘阿吉拍来 正应了那句话了 一浪更比一浪浪 刘阿吉展现出风骚的走位 一推再推 直到退无可退 然后他没有林绍宇那么浪 一枪被林绍宇冻穿了肩膀 冥帝坐在龙椅上 高高在上 宛若一条睡龙 眼眯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林绍宇拔出刘阿吉尖头的一枪 随后准备一枪刺向他耿嗓咽喉之时 一杆长枪突至 硬生生将林绍宇避退 林绍宇眼底闪过一抹惊诧 他抬起头发现这杆枪竟然是从冥帝手中指出 冥帝此刻站起身 身上的龙袍张牙舞爪 宛若要破壁而出 望着林绍宇 依心能看见其父林问天曾经的影子 那时林问天还很年轻 冥帝也正是少年 二人先一怒骂 时而饮酒狂欢 时而千拳饮仓 踏破长安繁华 当然这都是曾经的往事 曾经的长安少年如今已是九五之尊 垂垂老者 而林问天则被冥帝亲手下旨 处死于街头 冥帝自然不会觉着后悔 只不过再无可通宵达旦彻夜长谈之人 终究有几分落寞 江山带有人才出 曾经的长安少年变成白发老贼 年老的总会被更年轻的取代 林绍宇立马横枪 已胜过当年的林问天太多 让冥帝唏嘘的是 自己却没一个儿子能站出来 去挡住林绍宇的枪 总是有几分难过呀 林绍宇似乎读懂了冥帝此刻的心情 他挑起地上的长枪 拨还给冥帝 冥帝抄手接住长枪 绕过龙树岸 站在金玉台阶之上 刘阿吉 诗声惊呼 陛下 冥帝摇了摇头 抬起长枪 摇摇指向林绍宇 你来 这是新王与旧王之战 胜者的奖励 是帝国的九万里江山 一个太监 没有插手的资格 林绍宇对冥帝保持足够的敬意 他当马上跃起 身子向前突进 在靠近冥帝时 狠狠跳起长枪 向冥帝抓去 如一个勇士 要捅穿着目的太阳 冥帝同样跃起 两杆枪 在空中相接 发出沉闷的碰撞声 然后各自退后 如被丢进了斗兽场的野兽 绕着对方转圈 寻找着敌人的破绽 林绍宇看错了明帝 这个行将旧墓的老者 展现出难以想象的体力和汉勇 向垂死的野兽 对着苍穹发出最后的咆哮 长安不仅有林家枪 也有李家枪 李家盘龙枪 时间过去的太久 就到曾经发生过什么 已没人记得 李家并非生来就是皇族啊 他们的江山也是一寸一寸打下来的 大五开国之军 号称天下五尊 靠着一杆铁枪收拾旧山盒 他当年使的枪法 便是此刻明帝用的 李家盘龙枪 盘龙八打枪 第四百一十七集 踏马破长安 四 盘龙八打枪 顾名思义八种打法 抽杂挑拨 禁魂收落 有青龙甩尾 黑龙拍水 白云入龙等等八招 八招打法各有特点 繁杂高深 同时要求使用者有极大的气力 简单来说吧 就是不仅要四肢发达 同样也需要头脑发达 大五国的这位开国皇帝啊 号称天下无尊 当然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 那人一旦当了皇帝啊 那啥都说了算 什么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呢 他还称自己是至尊名声德文武级 这那那这 全称一共二十四个字 每年祭天的时候 明帝背都得背好几天才能背下来 但是在那些他的对手的口中 他的称呼那就简单多了 就仨字 李蛮子 蛮这个字啊 首先说明他不怎么讲道理 另外也说明一点 这人力气大 事实上李蛮子不仅力气大 脑子也够实 盘龙枪在他手里啊 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然而一百年光阴过去 李家再没出现过 如李蛮子这等天赋的人 在今天 明帝是李家唯一掌握盘龙枪八种打法的人 至于其他人 大多只能掌握一两种 今天就是李家枪和林家枪的对决 那真是上山虎碰上下山虎 云中龙碰上雾中龙 林少宇知道 自己小看了明帝了 没料到这老头还有如此的战斗力 但也仅仅如此 他毕竟老了 全怕少壮啊 曾经或许他很强 但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的舞台了 林少宇进步抢弓 双手握枪 左臂发力 枪去叼明帝的手腕 唐一声 明帝的枪啊 轻轻地砸在林少宇的枪杆子上 四两拨千斤 林少宇一身力气被拨到了别处 林少宇一正啊 收力不及就往前抢了几步 赶紧稳住身形 却见明帝依旧摆出防御姿态 倒像是一头蹲坐在地上的蛤蟆 安坐不动 只等昆虫经过才吐出长蛇 那双眼睛藏在堆满皱纹的脸中 眸底清澈 瞳孔聚拢 那眼神仿佛在说 纵然你很年轻 但真正的战斗可不是你这种黄毛小儿懂的 林少宇深呼吸 平静心情 同样寻找着明帝的弱点 随即他忽然向前跳出一步 逼近明帝 一枪刺向他的膝盖 比反应和速度 明帝绝对比不过林少宇 这明帝又砸出一枪 顺着林少宇的枪势把他挑到了一边 而趁着这个间隙 明帝和林少宇就拉开了距离了 这下林少宇大感匪夷所思 同时心头震惊 他小看了明帝 明帝比他的预估要强 必须重新判断明帝的实力 他或许真的有能和自己匹敌的实力 甚至还有机会胜过自己 无论自己怎么抢功 明帝都能顺着枪势挑开 他双手握枪 一前一后 驼背攻腰 就等林少宇出手 寒龙枪第七档 画龙点睛 所谓画龙点睛 不在攻而在于手 不在动而在于静 讲究个以静制动 要觉不再出手 速度在于眼力 必须在对方出手之时 准确判断出对方的弱点 后发先制 攻击对方出手时的软肋 当初的李蛮子掌握八种打法 但是这画龙点睛却是他的弱项 最弱的 因为他的性情也是大开大合 这种小巧走心的功夫 实在和他性情不符 同样 画龙点睛也不是 冥帝的最强打法 但无奈 他年迈力衰 其他像什么青龙衰尾 黑龙拍水等等 这些势大力猛的打法 他已经用不出来了 林少宇这时候 却有些心浮气躁 已经连弓七枪 枪枪被冥帝挡住 这过程中 他甚至卖了破绽 想要引冥帝出手 可冥帝不上当 越是挫败 便越激起林少宇的战役 他一定要凭借速度 拓掉冥帝的画龙点睛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 画龙点睛讲究的可不是速度 而是眼力和预判 冥帝懂盘龙枪 也同样懂林家枪 年少时 他便和林问天一起切磋 即便登基称帝诸士繁忙 两个老友也经常聚一起切磋枪法 月静花香 对月无枪 不分君臣 只谈往事 却也是人生一件快事 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 何其相似 只不过与自己对枪的 不再是林问天 而是他儿子林少宇 今日也不是老友切磋 而是生死相争 以生死争天下 林少宇眉头紧皱 眼角低落一滴冷汗 他不得不承认 此刻冥帝是没破绽的 难道这画龙点睛 真的无法攻破吗 恍惚间 林少宇意起了当初 似乎也见过这么一幕 那时候他还很小 很小很小 大概也就是个六七岁吧 刚刚记事 一日黄昏 明帝和自己父亲在花园对枪 明帝用画龙点睛 自己父亲用林家枪抢攻 他恍惚记得 那晚父亲使出浑身解数 却攻不破明帝的枪围 自己不服气 明帝走了之后 他还问父亲 说难道我们林家的破浪枪 真的胜不过李家的盘龙枪吗 记得本来还垂头丧气的 父亲却是福言大笑 说臣子怎么能胜过君王呢 有些事啊 能赢也不要赢 至于画龙点睛啊 获之不难 记得当时年纪小 父亲的话他听不懂 那为何能赢 却不要赢呢 可是关于画龙点睛的破法 自己却还是记得 想到这林少宇泪如雨下呀 画龙点睛并非不可破 关于破法 父亲曾经亲口告诉过自己 而自己还记得 老爹 你的仇 今日爆了 林少宇仰面向天 任泪水涌入嘴中 那淡淡咸咸的味道 恍惚又回到曾经 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但他的话还留在心里 几年几十年没感觉 觉得他的话没用 然而有朝一日 你终会想起他的话 而今日自己便用他教的法子 为他报仇血恨 林少宇一枪递出 横平竖直 堂堂正正 破浪枪中最普通的一招 也同样是最强的一招 破浪七叠 将全身气力灌输在一点 把七道筋 凝成一道筋 在枪间绽放 这并不是太复杂的要局 天下一百种枪法呀 大概九十九种都写着 这么一句话 然而知道是一回事 能够做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恰好林少宇做得到 七枪化一枪 一枪涌出 统穿天地 明帝用枪杆撞击 对方枪杆 还想要借势挑开 画龙点睛的确有 四两拨千斤的威力 但是如果对方的气力 不是千斤 而是万斤呢 四两 便也就拨不动了 催枯拉朽 穿透藏藏阻击 这一枪 捅进了明帝的心脏 第四百一十八集 僧不僧 道不道 一道人影飞扑而来 硬生生横格在了 明帝和铁枪之间 在最关键的时刻 刘阿吉爆发出体内最后力量 挡住了林绍宇的绝命一枪 随之心脏被铁枪洞穿 一张脸油白转红 一口鲜血喷出 一命无忽 林绍宇正了正 但是明帝的反应比他更快 明帝恍然没看见 刘阿吉的尸体一般 右手抬枪就扎向了林绍宇 这种反应当真不是林绍宇能有的 等他醒悟过来 铁枪已穿过他的肩膀 随之林绍宇拔出铁枪 向明帝扎去 明帝退 一退再退 直到退无可退 面前是林绍宇血红的枪风 林氏方之 一死难 明帝眼底闪过一抹巨异 不 自己还没输 自己还有援手 林绍宇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嘴角浮现出一抹冰冷的笑意 你等的人不会来了 随即手中铁枪 决绝炸下 皇宫外 拂云寺 一人推开寺门快步而出 他一跃攀上屋顶 急步而行 各处攻墙下都有争斗 但他视若无睹 直扑金殿而来 忽然 前方屋顶上出现两道人影 一老一少 少年手中举着个白帆 上书四个大字 探破人间 老僧的脚步一停 双方隔着二十部对视 周围嘈杂地声响 厮杀 喊叫 长空赫赫 就好像都已经被隔开了 这大殿的屋顶就只有三个人 半场 老僧双手合十 微微垂手 师兄 那老道手拧虚然 轻轻点头 师弟 一僧一道 全都是年迈苍苍 却以师兄弟相称 这让旁观一目的小道士 大呼不可思议啊 清夜佛梦知了 浮云寺主持 在长安城有活佛之称 人赞他精通佛里 口战金花 每次开坛讲佛 浮云寺总挤满了人 云游道人 郭凡人 号北斗先生 举着看破人间的牌子 十分猖狂欠揍 但在如今的正义教 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军师 而在正义教信徒眼中 他简直那就是活神性将士啊 但事实上 梦知了并不是和尚 郭凡人也并非是道士 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都有另外的身份 郭凡人出身江南 是帝国立国以来第七位状元 曾官拜帝国太学教授 三十年前 与戎族签订丧权辱国合约的那一次 便是他亲自主持的和谈会议 也因为那次的事情 郭凡人被整个帝国戳几两骨 背了太多骂名 于是辞官不错 选择浪迹江湖 孟知了 青州人是出身青州孟家 而孟家是跟着帝国开国之军 一起啊打江山的人物 刚出生 孟知了身上便背着爵位 在很年轻的时候 世上红尘滚滚 他便都享受过 两个人 一个是寒门贵子 一个是风流公子 看似两条路上的人 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 大儒博扬子 二人学礼廉耻 诗书悦经 从儒家的无上经典中 一个误出佛理 一个误出道法 然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恰在今日又相逢 二人相隔二十步而立 目光是同样的平静 但身上却流露出罕见的锐气 老人在年轻人面前 总会有些嫉妒的情绪 也只有在同龄人前呢 才会找回些自信 大家都是老狐狸了 相互都知道彼此的底气 谁也不用装那大尾巴狼 远处的打斗声传到这儿 孟知了内心不像外表这样平静 自己此刻赶过去还有可能挽回局势 时间拖得越久 己方越是不利 师兄可否让一让 师弟可否留步 孟知了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缓 最后甚至接近消失 无非就是打一场而已 打得过才能过去 师兄请了 了二 郭凡人摊开手 一柄剑递到他掌心 他摘掉剑销 剑刃搁在面前 青叶佛汉人出手 摘下身上袈裟当武器 植如棍取如钩 能甩能抽 一块袈裟在他手里 可就成了神兵利器了 郭凡人以剑相隔 连续数招 安邦定国引山河 他防得滴水不漏 青叶佛找不到破绽 红尘了在旁边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有些失神 与师父相处太久 平常从未见过他出手 以为啊 这老头只会坑蒙拐骗 却不知他还有如此犀利的剑法 浩然剑 引贼入京 已乱天下 你还有资格用浩然正气剑吗 帝国气数已尽 凡事不破不立 我问心无愧 还能养我浩然正气 这浩然正气 需要太多血来养了 随着一声奸鹤 青叶佛再次出手 袈裟卷成一条布棍 向郭凡人拍了 知指 修身 己所不欲 适者如私 当头棒横 儒家三十六棍 棍棍诛心 打的就是天下不听话的人啊 两个人一个是和尚 一个是道士 一个用剑 一个用棍 但事实上 他二人却师出同门 剑法棍法里边的道理 可都是相通的呀 师弟何必执迷不悟 定要做帝国的古臣逆子 你有你好然正气 但我虽千万人 无王已 这个时代的儒家呀 那可不像程大雷所了解的 或者像是大魏读书人里边的那儒家 说死气沉沉 垂垂木矣 他还很年轻 他还很直流 这时候的儒家 充满着改变天下的锐气 帝国这口大船已无可救药 聪明人 早已下船 郭凡人刺出一剑 这是浩然剑中最普通的仪式 横平竖直 师兄忘了 我从来算不上聪明 要做这帝国的傻瓜 孟知辽手中袈裟转了个圈 是三十六棍的基础招式 撇如刀 横平竖直是写字的开始 一撇一捺 是做人的开始 二人的本事都到了 返普归真的境地 招式越来越简练 威力却越来越强 但已晚了 郭凡人一声抱贺 剑锋忽然变得犀利起来 浩然正气 肩中的杀招 隐山河 孟知了突然变招 是佛门武学当中的菩萨低眉 不怕金刚怒目 只怕菩萨低眉 菩萨低眉是收起慈悲 杀心已动 郭凡人没算到 他突然变招 猛然醒悟过来 孟知了却已栖身近前 布棍可甩在他胸口了 君子可欺之一方 郭凡人哇哑一声 吐出一口黑血 一张脸油白转红 油红变青 师弟 我赢了 已经晚了 第四百一十九集 复仇者 清夜佛一正 抬眼看向宫门方向 果然看到 宫门前的战斗已接近结束 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 奇异军 仗着攻破长安城的冲天士气 竟然击溃了精锐的鱼龙位 自己此时再赶过 且怕是已无力再改变什么 只是不知明帝状况如何 只要他不死 事情就还有转机 毕竟啊 已经逃过一次 大不了再逃一次呗 明帝又不是没跑过 他应该啊 不是很在乎这个 郭凡人的目的是拦住自己 而并非击败自己 某种程度上 他已达到了目的 师兄 抱歉 清夜佛对着重伤的郭凡人 双手合十 人可有志 何必抱歉 清夜佛轻轻点头 迈步打算就走 等一下 他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清夜佛一回头 就看到郭凡人的剑 握在那小道士手中 清夜佛明显正了正 随即摇了摇头 请师叔赐教 那小道士行了一个报件礼 这是师兄的徒弟 小徒红尘了 自有跟在我身边学习 所以我学了些本事 你这当师叔的 就传他几招吧 清夜佛 清夜佛仔细打亮红尘了一遍 见他小小年纪 身材轻瘦 但双裙握着箭矢 眼睛很亮 真年轻啊 师兄肯让他试招 定然是很看重的 算起来我也该有个徒弟的 我年长你几岁 该给自己安排个传人 你还不必考虑这事 请师叔赐教 来 清夜佛招了招手 同尘了一见其来 身若袁侯 剑似流星 儒家浩然正气 佛家行龙俯虎 道家除魔诸心 儒 道 佛 三家的功夫 在他一人身上融会贯通 然而他这年纪 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啊 年轻真令人嫉妒 天父真让人羡慕 有人习武 兢兢业业 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如此几十年 才能成为一名不错的舞者 然而对某些人而言 他们冬天赏雪 夏日游和 可最后你依旧比不过 这种人 怕就是人们口中的天才吧 清夜佛羡慕 这郭凡人有个好徒弟啊 能将一身本事传下去 这是郭凡人的幸运 用佛门功夫 红尘了 天父虽强 但终究比不过清夜佛 从一开始 他就在清夜佛的控制下 来来往往 是清夜佛控制他出招的节奏 如一名舞者 只有在乐师的指引下 才能展现出 惊心动魄的舞蹈 陷入清夜佛的节奏中 红尘了渐渐入神 等他醒悟过来 才发觉浑身上下已被汗水湿透 而自己出招时的行云流水 却是以前从未遇见过的 师父 我做到了 红尘了回过头 猛然愣住了 只见郭凡人坐在屋顶上 脸带微笑 云然作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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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尘了扑在郭凡人身上痛哭不止 郭凡人早已年迈 今日又受了重创 他已然走到了自己的最终时刻 一只手搭在了红尘了的肩膀上 红尘了回过头 眼中露出孤狼般的眼神 随我走吧 随你走 佛家悲悯 道家无为 如家入世 你有佛道如三家修为 当应该明白 我和师兄之间并无仇恨 今日他来此地 也有自知时日无多 将你交给我的意思 你若想报仇 怕已没什么机会 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去哪里 天下之大 终究有你我容身之地 而长安已容不下我们了 红尘了恍然想起了什么 我不能和你走 我是正义教军师 要主持军务 好了好了 帝国气数一尽 正义教又何尝不是游进灯库 师兄只是给这招活的房子 架了一把柴而已 至于你 清夜佛一直点在了 红尘了的额头 给我忍十年再出世吧 那时的天下 或许有你一席之地 说着 清夜佛抓起了红尘了 瘦弱的肩膀 足不履地踏空而去 他本是洒脱之人 也不去管郭凡人的尸体 至于明帝生死 探破之后便不是他的关心 琉璃瓦铺城的屋顶上 郭凡人的尸身盘腿而坐 探破人间的白帆 孤零零的旋转 金殿之内 明帝已面临死局 他手下并不缺乏高手 但在草原上被程大雷 折了一大批 剩下的人手中 清夜佛算是最强者 然而清夜佛并没有出现 林少宇的枪已在面前 明帝再无抵抗力量 只能看着林少宇的枪风 在瞳孔中渐渐放大 这是决绝的一枪 是林少宇爆发的最强实力 那紧皱的眉头 猙獰的表情 依稀和林问天有几分相似 他想到了林问天 然后就想起了林问天的死法 于是觉着害怕 林问天是在长劫之上 被千刀万剐 愤怒的百姓将其分尸其肉 曾经明帝觉着 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现在却开始有些后悔了 原来死 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 长枪洞穿了他的心脏 他的恐惧并没有持续太久时间 瞰瞰便变得空洞 一代帝王允命在金殿之上 鲜血流了一地 一瞬间 林少宇像是被卸去了所有的力气 深缠的疲惫感从心底涌江上来 他战斗了太久了 人力有时而穷 他也并非不知疲惫 只不过靠复仇的念头强撑着呀 然而今日大仇得报 心里的力气也便松弛下来 做了良久 林少宇嘴角突然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 他也想起了很多事 当年的刺杀 五颗产告欲状 结果却落魄得像条狗一般 大家说的果然不错呀 相信正义的人是幸运的 总觉得世间有光明善良这种美好字眼的存在 但正义从不是别人赐予的 只要正义比邪恶更加暴力时 正义才有意义 正义才显得体面 疲惫感一点一点地涌了上来 他坐在地上 咀嚼着复仇后的喜悦 然后他抬起头来 看见了高高赛上的龙蚁 龙蚁摆在玉石台阶上 每一块玉石都是从南方的大山中挖出来 然后由大船逆流而上运到长安 需要挖掘河道 动用上万民夫 平均运送一块玉石所需要的花费 够一座普通小镇吃喝三年 至于玉石本身的价值 其实也没什么价值 因为除了皇族以外也没人用得起 什么叫皇族啊 皇族不用最好的也不用最贵的 皇族只允许我有而不许别人有 如今这张龙蚁就摆在林少宇面前 帝国九万里 他离得最近 文以威龙 土以金气 九龙出水 吞云土 林少宇从来没想过称帝 自己有多大本事 他还是心知肚明 从一开始他打下长安的目的 就是奉承大雷为军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想的 接下来还打算这么做 但这把椅子如今离他太近了 近到触手可及 不但这张椅子象征了帝国最高的权力 而对于帝国亿万子民来说 莫说坐上去 便是看一眼的福分都没有 没人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林少宇也不能 某一瞬间 他体内的血液滚烫起来 心脏有力地跳动着 从青牛山到扬州 从扬州到梁州 从梁州再到青牛山 最后又回到长安 他赤手空拳 拉起一支队伍 十万人奉他为主 一路上他击败了帝国无数名将 攻破了本以为不可能攻破的长安城 如今谁提起林少宇的名字 不郑重以待啊 他已经不是青牛山 那个一无所有的愣头青 他现在是令天下人胆寒的林少宇 他有资格坐上这张椅子 哪怕只是坐上一座 林少宇涉及而上 一步步跨上玉石台阶 随着渐渐靠近龙椅 他的呼吸越来越凝重 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 也不知道明帝每天走这一步路 是何种心情 万万人组成的帝国 却只有一个人能够坐在这张椅子上 简单来说 如果谁有机会登上这座金殿 冲明帝磕个头 那在帝国都算是光宗耀祖了 何况坐在这张椅子上啊 今天 林少宇在这张椅子上坐下了 还真是硬得不舒服啊 林少宇下意识地直起肩膀 大殿空空荡荡 一无所有 而面前 却有九万里江山 视线慢慢拉高 穿过大殿屋顶 来到皇宫的上空 骑军攻破了宫殿 对溃败的鱼龙卫赶尽杀绝 宫中的宫女 太监 公主 皇妃等等 面临的是一个个杀人的魔头 精致的屋子被撞开 养尊处优的公主 被扒了金光摁在地上 视线再拉高 整个长安城内 到处都是战火 有逃亡 有火光 有趁乱为非做逮者 孩子的头颅被挑至空中 纵马招摇而过 财主的金库大门被砸开 金银珠宝 翡翠玉石不计其数 那些一个个锦衣玉石 高贵得如同生活在云巅的千金小姐 如今被狠狠地按在泥地里 卑贱得不如猪狗 城外的山峰上 站着两道身影 一老一少 一僧一道 小道士红尘柳 看着眼前这一幕 听着那些女人的哭声 父母的悲好 似乎可以穿透夜幕传到这儿 咱们怎么可以这样 咱们怎么可以这样 看仔细了 这就是乱世 乱世人不如狗 本就是这样 原来乱世 这么可怕 梁州城 常主府 李行斋歪在罗汉床上 听宋伯康讲述着有关长安城的情报 两地相隔太远了 如今呢 京城到底什么情况 其实宋伯康也不知道 但仅仅靠猜测 李行斋也能猜出个大概 如今的长安城是一片乱局 只等着殿下出兵 主持大局 那什么时候能够出兵 该不会又要拖个个把月吧 宋伯康抬起头来 三天后 这么快 国难当头 匪贼作乱 就连三天 臣都觉得太慢了 宋伯康长长地叹了口气 筹备粮草 点起兵马 十万粮州兵兴师动众 直扑长安 宋伯康的迫切程度 连李行斋都觉着惊讶 如此重要的出兵 他甚至都没准备任何祭天遗事 筹备用了三天 但路上却需要更多时间 大概得粤鱼 才能够抵达长安附近 这支十万人的部队 以李行斋为首 人人投缠白金 号称要为明帝复仇 所有人都明白 李行斋只是个幌子 就连李行斋自己都明白 他每天在军营中乱转 与士兵同吃同住 共同搬运粮草 脚踏污泥 浑身臭汗 也毫不在意 李行斋不是不能吃苦 他吃的苦头 甚至比许多普通士兵都多 大家一起干活 一起骂脏话 一起讨论女人 对于李行斋的用意 宋伯康不是不懂 甚至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不过双方谁都没挑明 有时行军途中遇到一些问题 众人谁都没办法 反而是李行斋能够高屋建领 给出可行的法子 便是领军的戴白都对李行斋刮目相看 这明显不是个废物 李行斋流浪天下考察各地风土人情 又在蛤蟆寨负责商队 那时候他的目的可不是做个大财主 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要谋天下 宋伯康召告天下 帝国六王子要杀贼复仇 号召天下中军爱国之士共同杀敌 同时李行斋依旧小心谨慎地 经营着自己的这点事 他此时也明白 到了长安之后 自己怕是要和曾经的哥哥弟弟们 争上一阵了 宋伯康是敌人 但现在是朋友 而想要争着天下 只靠一个六皇子的幌子 没用 必须得有自己的人手 帝王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什么朋友敌人 什么爱恨情仇 能为我所用便是工具 一月后 梁州兵赶到长安城 李行斋也见到了那位崔相大人 他竟然没死 真是让李行斋心底大呼可惜呀 崔相见到李行斋时 未雨先泪 李行斋也是面带悲伤 二人谈了许久 都要除贼保江山 至于长安城中的林绍宇啊 他们已经在各路诸侯 联手攻击之下被击溃了 连十天都没撑得下去